大家好,我是卫生之后,今天给大家谈一个,就是大家最关心的一个胃药的使用,就是奥米拉罪 奥米拉罪呢,其实很多人一谈起来,对这个药是又爱又恨的 吃了这个药,效果挺好的,但是这药又停不了,一停这药,这个症状就出来了 或者是有的人呢,这个药它到底该什么时间吃啊 早上吃好,晚上吃好,饭间吃好,饭后吃好 这个吃的时间段,应该怎么去定 那么还有呢,就是说,有的人呢,对这个药物,它的这个使用的趋劲症 不是说特别了解,有的人甚至就把这个奥米拉罪当成一个万能味药 不管什么味病,反正就得吃这药 所以说呢,对于奥米拉罪,它有的很多很多的这种争论 也有很多很多的使用误区 所以说,今天这个视频呢,就针对奥米拉罪的这些使用误区 以及奥米拉罪的这个使用方法 还有奥米拉罪如何进行稳定的行药,详细给大家谈一下 以避免呢,就是说大家停药复发 以及药不对症的一个情况的出现 那么咱们说,分三点来给大家谈一下 第一呢,就是定时间 第二呢,就是分疾病 第三呢,是稳停药 那么,首先在谈这三点以前 咱们先了解奥米拉罪是一个什么样的药物 之前经常看我视频的朋友呢,都知道奥米拉罪属于一个益酸药 它的主要作用就是抑制胃酸的 从它的名字来看,你就知道 它就是一个抑制胃酸合成 减少胃酸分泌,从而避免胃酸过多 对于黏膜造成刺激的一些这种药物 所以说,这个药物主要只治疗的是一些 胃酸过多所引起的疾病 那么,比如说这个胃酸反流病 比如说胃溃疡,胃泥烂 或者就是说,这个 烧心,反酸,这些症状的使用 那么,主要呢,这些奥米拉罪 它学名,又被称为致崩益之一 和奥米拉罪一类的药物 主要就有这个蓝薯拉罪,盘托拉罪,雷贝拉罪 当然了,还有就是说效果最强的那个 胃酸美拉罪 也就是那个胃酸美拉罪 总之呢,很多种拉罪 那么这个拉罪呢 只要带拉罪两个质的这个药物 基本上来说,都是属于一类药物 它正规学名,就咱刚才说的那个 自崩益之剂 这就是拉罪 那么咱了解拉罪是什么药物之后 咱们就下面来谈一下拉罪如何正确的进行使用 为了避免争议呢,咱们就不直接拉罪拉罪了 不直接就是说奥米拉罪,奥米拉罪 咱们就来谈一下 就用拉罪来代表所有的这个拉罪来谈这个问题 当然了,我中间可能有时候说错了 还说奥米拉罪的话 你知道,所有的拉罪都包含在内 那么咱们来谈第一点,定时间 这个拉罪的使用如何去规定时间呢 我们一般使用拉罪都是一粒 然后早上饭前半个小时吃 或者你早上起床,这样直接吃一粒拉罪 这是拉罪最基本的一个用法 那么当然了,有的人这个病情比较严重的时候 我们可能会一天两次这样服用 早上服务力,晚上睡前服务力 那么这主要是针对就是说 有些人夜间返船比较多的人群呢 我们会考虑使用这个拉罪呢 避免夜间返船这个情况 因为饭前半个小时使用拉罪的话 可以在你进食的时候 让这个拉罪的药效达到这个最高峰 从而起到最良好的一个治疗效果 那么在谈完第一点之后 咱们来谈第二点 第二点呢,就是分疾病 这是拉罪使用里面最常见的一个误区 其实呢,我们刚才也说了 拉罪是一个什么样的药物 它是一个抑制胃酸分泌的药物 比如说,就是你反酸,烧心 这个时候呢,我们肯定得用拉罪 避免胃酸过多 从而造成这个胃酸往上反流的进食管之后呢 对食管造成四季 因为我们知道食管本身这种黏膜不耐酸 还有些人呢 他有胃溃疡,胃棉膜的时候 为了避免胃酸对于胃膜造成进一步的刺激和破坏 加重这个溃疡,棉膜这个严重程度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会使用拉罪 去抑制胃酸 为你的胃膜修复 争取时间 以辅助你胃膜修复 记住,我说的是辅助 你的胃膜修复 和你,和拉罪本身来说 是没有关系的 拉罪无法让你的胃膜直接达到一个修复的效果 拉罪的使用主要就是为了你的胃膜修复创造时间 就是说你想一下 你的胃膜上本身它有成保护层 是可以避免胃酸侵蚀这个胃膜的 那么如果我们出现泌烂溃疡 就说白了 你的胃,泌烂就是你的胃破成皮 那么这个溃疡了 相对来说比泌烂深一点 那么这个时候你这个保护层已经失效了 那么这个时候你的胃酸会不断的刺激你这个创面 那么导致你这个创面呢 不断的被破坏 那么这时候我们就需要使用拉罪这个药物 让胃酸减少 为你的这个创面修复 争取时间 记住 你的创面修复 还是靠你人体在修复的 只不过拉罪为你的创面修复 创造了一个环境 所以说不要认为拉罪是可以帮助 是可以让你黏膜修复的 那么通过这点我们就了解了 拉罪主要就是为了减少你的这个胃酸环境 为你的这个为 为你的这个黏膜修复 或者就是说为你这种反酸烧心 创造一个这种休息的时间 创造一个功能恢复的时间 那么这个时候呢 有些人可能为什么我说 有些人会把拉罪当成跟万能喂药呢 因为有些人他就是反 他就是他不是反酸烧心 他也不觉得也没有这个溃疡迷烂 他仅仅就是一个消化不良 这个腹脏了 爱气了 吃东西感觉不消化了 那么这个时候你吃进去拉罪会怎样 吃进去拉罪把胃酸减少了 胃酸是一个什么东西 它是一个消化液 消化液是干嘛 是帮助你消化食物的 那么这个时候你去把胃酸分泌减少 那么这个时候你消化不良 会不会加重 所以说一定要分疾病去使用拉罪 拉罪并非所有胃病可以使用的这种胃药 那么在谈完这点之后我们来谈第三点 第三点就是很多人关心的拉罪如何进行停药 也就是咱们一定要稳停药 那么拉罪是如何进行停药的 首先要说的是拉罪的使用不建议超过半年 因为就是说拉罪长期使用 第一点它会影响你的消化功能 那么第二点它在抑制胃酸分泌的时候 有的时候会引起这个萎缩 胃黏膜萎缩这个情况的发生 那么这个拉罪使用不时间过长了 也会导致你的胃酸分泌过少 因为我们的胃酸分泌过少之后 会引起什么情况呢 就是你的胃酸其实就你吃进 也是你身体防御机制的一部分 因为胃里面有胃酸 我们吃进去的 不管是什么东西吧 首先要经过胃酸这一关 那么这个东西可能有时候吃不太干净 上面可能有点就是说这种 这个细菌啊 或者就是说病毒这些东西 那么经过你胃酸这一步之后 很少有细菌能在你胃酸里面活下来的 所以说这个胃酸本身 也因身体防御机制的一部分 如果长期的使用拉罪 也会极大缺度我们身体的一个防御机制 那么另外还有就是说 长期的抑制胃酸引起的消化不良了 或者引起一些维生素的吸收 也会引起贫血情况的一个发生 那么还有呢就是说长期的使用拉罪呢 也会导致吸肉的发生率增高 总统的这些副作用咱就不多说了 很多人也知道 那么其实很多人最泛难的一个点 就是说这个拉罪呢 到底该使用 该如何去进行一个停药 那么首先要说的是 在谈停药之前 咱们这天了解你这个病 到底吃够时间了没有 而不是说有些人呢 他是不敢停药 他不知道自己病好了没 有些人呢他是 这个吃药 他总觉得 哎这负重这么大 我我这就不敢吃 哎十两天症状没了 停了 哎 症状 停了 然后症状又回来了 又吃上去了 然后导致导致这个拉罪的使用时间了 极大的隐藏 所以我们得知道 这些拉罪使用 他这个治疗疾病 所需要的这些治疗时间 啊 那比如说 咱们最常见的一些疾病 比如说胃手反流病 就是反弄烧心这个情况 或者是这个胃溃疡 这个疾病的这种 拉罪使用时间 那么比如说胃手反流病 其实呢 他的治疗周期呢 是六周以上 甚至有的说明书呢 写的是呢 三 这个两个月到三个月这个时间 所以说 很多人可能他这个药 他就没吃够这些时间 导致他症状反复的发作 哎 还有呢 就是说这个 呃 胃口阳 啊 这个情况 胃口阳呢 很多人啊 他也就是说 哎 一吃药 哎 这个症状呢 呃 就没了啊 我就把这药给停了 那么 其实胃溃疡的治疗周期 是多久呢 也是建议六周以上 啊 那么包括十二次胃疡 也是啊 这个治疗周期 起码在一个月以上 也就是四周以上 那么所以说 很多人他的药 大部分 我可以这么说 大部分人的这个 不管是治疗胃溃疡 胃迷烂 或者胃手反流病 这些人 他的用药时间 其实都不是很充足 啊 那你可以其实 拉住这个药物 你自己翻他的说明书 上面写的很清楚 对这些疾病 治疗周期写的非常清楚 很多人就根本没看说明书 就是我吃药 哎 有效果 哎 没症状了 我就把药停了 导致呢 你这个药 反复的吃 反复的就是说 症状的复发 导致 逐游的这个药出现了一个耐药性 导致你治疗这个疾病的效果 大大折扣 直到最后呢 可能有的人对某些拉住 使用就根本没效果了 从而导致这个药物的这种 长期的使用 长期的滥用 导致这个药物更加难以停止 那么还有呢 你要知道 为啥就是有的人一停药 哎 就会出现这个 胃酸过多啊 特别有 你经常见到一些人 哎 这拉住 我一停不停到好 一停啊 感觉特别的酸 这个胃酸特别的多 那么你要知道 其实说白了 你就是把药停的太快了 其实药物 它有一个反跳动作 你长期的使用拉住 那么这个时候呢 就和一个弹簧一样 你把这个弹簧压的这么紧 那么你猛一松手 把这个压力一松开 那么这弹簧会不会跳起来 会一过性的导致你这个胃酸分泌过多 所以说我们要稳停药 这就是因为你停药 停的太急了 所以说一般来说 我们使用这个奥门拉住的话 超过一个月的话 我的建议就是缓慢停药 或者使用其他的异酸药 代替性的这些个停药 那么首先来说 如何进行个缓慢停药呢 一般来说 我比较建议 你这个拉住 早上一天一次 本来你原来吃的是早上一天一次 或者用着早晚这样吃的话 你可以把这个药变成 一天只吃一次 比如说你或者早上只吃一次 或者晚上时间只吃一次 这样子 从一天两次变成一天一次 如果要是本身就一天一次的话 每天早上吃一地的话 你可以就是说 这周把它变成 隔一天吃一粒 隔一天吃一粒 下一周呢 你把它变成 隔三天吃一粒 如果再往下一周 隔四天吃一粒 如果效果比较平稳 慢慢的可以把药给剪下来 停掉 那么另外一种方法 就是说 使用一个比较弱一点的 这个益酸药 去代替拉住 比如说 就咱们之前这样说的 T0类的药物 也就是H2受体解抗剂 这个药物呢 是属于一个比较老的益酸药 在拉住之前是比较常用的 它的药效相对于拉住 药效时间短 遗传效果差一点 但是它可以就是说 针对于就是说 拉住无法停止 这个人群来说 它做一个替代的治疗 用这个比较弱的药物 去替代拉住 然后呢 再用这种比较弱的药物 慢慢的就 咱刚才说的那个方法 逐渐减量 去把这个药物给停掉 从而呢 就是说 让你的这个拉住 可以稳定的减下来 稳定的停下来 就和你这个弹簧一样 你猛一下松不行 咱慢慢的把它松开 这个时候 它就不会弹起来了 那么 关于拉住的 使用误区 基本上就是这三点 那么这个视频 也就简单说这么多了 谢谢大家观看 再见